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中国报封面同样关注卢爱璇被逮捕的消息 在卢爱璇落网之后 依然有四名涉及一马公司弊案而被通缉的人士再逃 那就包括了一马公司前身 也就是登加楼投资机构顾问刘特佐和另外三名同伙依然再逃 另外南洋封面头条则聚焦在龙兴高铁项目 历经十年耗资数百亿令吉 并且在2021年1月喊停的龙兴高铁项目 如今再次有望重启 我国高铁机构四人有限公司主席拿都斯里福兹阿多拉曼说 政府已经决定马新疆重振这项 22年前由杨中里集团首次提出的项目 他坦言我国和新加坡存在一些问题 但这一切都是正常的风险 那龙兴高铁能否复活就靠起了 而一个人退休之后的养老金就得看公积金里的存款了 为了保障会员的长久福利 雇员公积金局最近可说是煞费私量 根据南洋商报的这篇报导 为了确保会员在退休之后有足够的资金养老 又有自然会员能够在紧急时可以提款应急 公积金局昨天提出了一个新方案 那就是为会员新增第三个户头的选项 无条件让这些会员可以随时和无限额的提款应急 虽然还没有敲定细节 但是根据公积金局汇报的说法 会员每个月缴纳额 预料会有大约5%到10将存入第三户头 虽然不会影响第一户头现有70%的缴纳额 但未来存入第二户头的缴纳额可能会有所减少 而第三户头所获得的利息 可能会比第一和第二户头还要低 无论如何会员还是可以自己选择 是否要将第三户头的储蓄转到第一和第二户头 当然这项新建议也出现了一些反弹的声音 还是那一句一切还在探讨中还没落实 接着我们来换个焦点 每个执法机构都有自己的一个规则 那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鸡和猪是不能圈养在一起的 槟城威省有一座养猪场 把猪和鸡饲养在同一个农场内 被人拍成视频广传之后 遭到槟州兽医局和威省市政厅采取行动 下令清空关闭养猪场 根据新周日报的报道 布城兽医局昨天发文告表示 虽然这座养猪场有项兽医局登记 不过由于不符合封闭式养猪场的条件 也没有营运执照 明显是抵触了2020年 宾州养猪执照条第19之一条文 就是任何动物和家禽都不准养在养猪场内 因此下令养猪场七天内必须把机枝从养猪场移出来 另外养猪场也被罚款7500令吉 那业者或许还会面对高达3万令吉的罚款或监禁最高三年 好 关注了国内的几个焦点之后呢 我们再来关注的就是天气预报 全国大部分地区早上局部是有雨的 半岛只有吉兰丹 登加楼和直辖区吉隆坡放晴 但是进入中午之后 全国各地都会有雷雨 那驾驶人士出门就记得小心驾驶 在中午半岛地区所有周术都有局部雷雨 北马 槟城 东海岸吉兰丹 登加楼和彭亨的雨势会持续到晚上 在东马方面 除了直辖区纳敏 沙巴内地 西海岸 陡湖 山达根和古达有雷雨 沙岳则是施屋 美里和明都鲁等六个县市有雷雨 古近 斯里阿曼等地则放晴 到了晚间 半岛地区除了北马 槟城以及东海岸三个周术延续早上的雨势 其他周术都会停雨放晴 不过 东马大部分地区依然会持续有雨 直辖区纳敏晚上局部有雨 沙巴古达 夜晚会放晴 沙岳桌只有木礁 明都鲁 美里和林梦会降雨 其他地区都放晴 全天最高气温摄氏35度 最低温25度 沙岳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